字幕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Tone!Tone! 馬田出來了 又是時候分享我們的 試做報告了 我找了一件你也未必吃過 我第二次吃 因為我試了一次 就是你眼前看到這個 你看看 這條就是我們今天的主角 它叫做 花生牙 它就是用花生培植出來的一條東西 你看到它的頂部 其實是由一粒花生 這樣種出來的 我們平時吃的芽菜 主要是分開兩種 或者三種 芽菜就是綠豆 那大家小學你都會種的 有時候你會聽到 有些熬豆腐湯 有一粒豆在上面 黃色的 那些叫做 大豆芽 大豆芽就是用黃豆種的 所以粒豆大粒一點 那同樣的原理 花生都可以種出來的 就是你現在看到 手上這條這樣的東西 有一點點怪的 而且它是極巨大的 不知道為什麼 超級巨大的 那我就打算買來試一下 因為一點都不便宜的 這些是新的產品 而且是在香港種的 但是我不知道 你不要問我它的來源 那個產地哪個老闆 然後又這樣那樣 不關我事 因為不好吃的 其實 它的包裝後面 大概有這樣的食譜 但一看就知道 極度不開胃 完全是錯了 我們就不要跟它了 我們弄一個自己版本 我就在想它這樣 它令我醒起另一種農作物 就是韭菜花 韭菜花最常見 或者你最夾 就是那一種大排檔 我經常會看到的 叫小炒王這樣的東西 那我們馬上來了 首先你要做第一步 所有東西都不要做之前的 第一步 你就是要先浸一些蝦乾 如果沒有蝦乾 你就直接用蝦 但是蝦乾是濃味一點的 因為小炒王的存在 多數都是在大排檔 喝啤酒的人 所以它相對 醉進去的東西 都是一些超級濃味的產品 就把它拿出來就可以了 然後第二步 你就可以處理其他菜料 菜式的材料 簡稱菜料 沒有說錯話 不用指 哈哈 Cool 這個魷魚 這樣 之後有很多東西 其實不要的 例如這些裡面的內臟 跟著它的眼睛 我們只需要肉的部分 你會看到有個類似嘴的部分 這個東西是極硬的 好像骨頭一樣硬的 所以第一個部分 就是不要它 它就可以消滅 我們把它切成 隨意的大小 就是一口你可以吃到的大小 是不是覺得我很隨意 我開始不再介意 那件事是否滿足到大家 心裡面的想像 我已經放棄了想法的順序 其實應該是這樣的 唉 唉 要認真一點 你應該是由 吃得馬上進去的東西 開始切 之後切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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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 切切切切切至最髒的東西 例如 其實魷魚應該是去到最後處理的 我們回顧第一步 菜圖 菜圖不一定 還有這次我覺得花生苗的性格 我吃過一次比起韭菜花是弱的 韭菜花是有一層自己的甜味 花生苗這東西是一個巨大版的芽菜 它本身真的沒什麼味道 其他東西鹹一點、濃味一點 我覺得是OK的 我們把菜譜切了一條條 方便稍後夾起來就可以夾起來 那你就可以咬到爽脆和硬脆的口感 之後呢,另外兩個頗重要的東西 最好就有了,蔥頭和蒜 喜歡蒜頭的朋友可以加多一點 好,搞定 那乾蔥呢,不要切到那麼碎了 我們就揉它了 乾蔥,我們把它開熱 我們把鏡頭放得這麼怪 讓人們對這件事的期望值減低 我們今天繼續分享我們的騎尼士組報告 不要這麼認真 大家不要想這個菜式 這個食肚可以幫你取得米芝蓮一升 不可能不會的,對不起 這裡沒有一樣東西是 沒有一樣東西是你可以出去賺吃的 不要想著拿著這些東西 說得自己會煮東西吃 不要 花生苗 花生苗就是要洗的 你看到它都幾吵架的 下面整個東西都是會很多污髒 還有一盒這樣的東西 二十多元 以蔬菜來計算是貴的 我們的重點就是沖它 這個是我錄在寶仔裡面 我自己覺得是一定會需要拍的東西來的 但是一直都不知道怎樣拍 不知道怎樣煮 想不到它應該怎樣煮 另一個奇怪的東西 你未必吃過 我也未必吃過 但是你可能吃過 就是這個 雅枝竹 雅枝竹是一種外國的菜 好像對著花一樣的 是不知道怎樣吃的 是成舊買的 它不是煮來吃的 它是就這樣吃的 但是它的吃法 有一片一片撕出來很怪的 不過我們下次再煮 這樣就放在這裡 底部不要的 下面我們會把它切開兩塊 隨它分開兩段 這樣會比較好煮的 而且一口一口 就是你這樣夾 這個長度會好一點 好 那所有你看到 1 2 3 4 5 6 7 全部要準備的東西 已經一次過處理完了 那我們就可以 進入下一步就是煮它的環節 好了 回來了 我們就已經把鑊準備好了 說明是大排檔菜式 馬上拿一些工具出來 裝模作樣 讓你以為我吃 Q 普通平時的芽菜是可以生炒的 基本上炒幾下 它基本上就是熟透的 但是這個呢 我自己試過它的重點 不是它那個肉體 那個身體的部分 是它的頭部的部分 基本上它這一顆這樣的東西 你都煮過花生的 基本上是不容易熟的 這條東西 如果它熟不夠呢 它會有一陣很怪的生的豆的味 煮一煮水 然後呢 灑一灑它 不用加鹽的 因為加鹽呢 如果它熟的話 它會煤了 就這樣滾水灑一灑就行了 那與此同時呢 我們可以做些什麼呢 就是那個豆醬汁 因為我等一下呢 如果用這些東西 很容易炒焦的 要先混好所有東西 才會穩陣 很多倍 都是鹽糖啊 豉油啊 那些東西 我都是看那些 網上那些什麼 叉的大廚 什麼小炒王 紅的菜式介紹 一點點鹽 因為如果你純加蠔油 加夠它呢 你會 它的蠔油味 尤其是這些 這些品牌呢 它的味道很濃的 一多呢 就 好像直接吃蠔油生菜那樣 就錯了 好 接著呢 糖 半個茶匙 少少水 在這裡偷吧好嗎 泡水都懶了 之後呢 這個東西其實就完成了 那我另外預備定生粉水 一茶匙生粉然後水 另外呢 拿定少少少麻油 最後滾 那你見呢 水滾呢 我們那個花生苗呢 就可以放進去了 我煮過一次呢 我自己覺得它 有個特性就是它相對耕炒一點的 韭菜花你炒多了就糟糕了 就是會霉了 青了 吃下去的口感很軟 喪失了它的爽口的感覺 但這條東西其實很粗的 還有它那個 堅實的程度呢 比起芽菜呢 是再往上一個級數的 我自己是挺喜歡它白色的部分 但是有豆的部分呢 上次我就煮得不夠頭 我自己的感覺就是 所以它有一點點 還是保持了那個草青味在裡面 那我們呢 差不多就可以倒掉它出來 你是不是看到這裡的呢 我可以這樣 咦 這樣好像高一點 交代得清楚一點 那所有東西呢 搞定了就可以準備炒了 我用了幾次之後呢 我開始有小許明白 為什麼這類型的鑊 會比較容易達到有鑊氣的境界 我這裡有一點之前用剩的豬油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它的形狀是這樣子 溝進去 基本上所有材料都會聚在中心 但是它受熱的位置 其實應該是會多於你的材料的表面 因為它這麼多的嘛 它受熱到至少有七成的面積 都是有受熱的 但是你的材料又永遠聚在中間 變成你炒起來 就很容易有很多過熱的位置 就是差不多去到200度的位置 也有很多 在鑊面上 所以它就 那些材料一炒到那些 在旁邊的地方 你這樣翻炒的時候呢 它有很多空間可以去到很高 我覺得是有一點類似鑊氣的來源 就是因為那些化學反應很強 溫度很高 所以產生的香味特別複雜 還有它那個傳熱很快 因為鑊很薄 它很容易就可以直接傳到食材那裡 好 那燒熱了 我們按次序把東西放進去 我自己覺得 蝦乾其實是要煮最久的 因為那個香味呢 它是要很久才出來的 所以呢 我們煎下 對了 那你見呢 那些顏色呢 立刻已經不同了 蝦乾味煮夠呢 它純索水呢 它會有一種呢 很怪的質感 就是它不夠挺 不夠不夠吸召呢 那個味呢 不是十分好 那你見呢 其他東西香了呢 就可以加上魷魚 為什麼魷魚最後下呢 魷魚太多水了 所以呢 一下完呢 基本上那堂東西呢 就立刻爆不香的 那些東西 另外呢 花生苗都是那些超級吸油的東西來的 所以你可以下多少少油 軟軟那樣 остр福 激烈那些 是否很大燒噴 很淨 倒 酒 儒 之後呢 這個醬 炒大出街 炒大出街 炒夠就可以關小火 最後我們的粟粉水都可以準備下 搞定 超棒 最後一步 腰果你預先已經焗好了或者用油炸它 我就買了現成的 我就不自己炸了 放上去 鍵的材料全部夾一份放在頂上 假裝是很隨意 假裝材料很豐富 然後把花生苗的花生 也是放在頂上 就是這樣 廚藝的表現 廚藝 虛藝的藝 廚藝的表現 你看到嗎? 廚藝的表現 就完成了 好弱 原本的韭菜花叫小炒王 現在叫花生苗 好弱 不過不要緊 想不到說什麼 我們馬上來試一下 試一下有豆 通常炒完 它的皮是會完全脫掉的 還是少少爽口的感覺 但已經比上次好些了 至少不會吃到很明顯的草青味 最後下酒的步驟其實挺重要的 如果你下漏了 除非你的醬料很濃 不然你會蓋不過 其他不是很重要的東西 我忘了 我不會告訴你 就是這樣 這就是我們今次做的花生苗 如果你有興趣 或者你有些很厲害的想法 就是你說 真的不是這麼煮啊 用來煮粥啊 很棒啊 那你贏吧 你告訴我 就是這樣 我們今集呢 如果你喜歡的Like,Facebook,Facebook,Facebook 訂閱,訂閱,訂閱 歡迎讚,訂閱,訂閱 訂閱,訂閱,訂閱,訂閱 訂閱,訂閱,訂閱 訂閱,訂閱,訂閱 訂閱,訂閱 訂閱,訂閱,訂閱 還有就是這樣 下次再見 拜拜 對,絕對不容易熟 我覺得絕對不容易熟 OK